最后来关注的是美国隔夜股市的消息 道琼斯工商指数下跌了23点 闭市报17896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8点 收于4877点 标准PRO500指数则下滑2点 收于2098点 美股三大股指星期四涨跌不一 在星期五 美国六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前 市场情绪谨慎 有经济学家认为 如果非农就业数据强劲 将使市场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避险情绪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劳工部宣布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下降到了25.4万 接近三个月来的新低 好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相对乐观的经济数据 使美联储加息前景出现了不确定因素 导致金价在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后收跌 纽约商品交易所 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5美元 收于美安市1362块1毛美元 有数据显示 美国上周原油库存降幅小于市场的预期 使油价承压 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块2毛9美元 收于每桶45块1毛4美元 创下了两个月来的新低 结束了4号 有数据这些毛颈时